66岁苗可秀人照,青春少女变老太,至今未婚,谈起李小龙叹息。 说起中国最厉害的大星,非李小龙莫属,他创造的节全道不过在中国有名,在全世界都是顶尖的,是李小龙把中国的功夫,带进了全世界,让他们知道,中国不经有五千年的历史,还有博大精深的武术,有李小龙的地方就有鸟可救。 两人虽然没有恋人关系,但是荧幕中默契的合作,是别人不能代替的。 苗可秀出生于香港,在70年的时候,才接触到电影,在刚开始的时候,主要参演一些武侠片,当时是武侠是最受欢迎的,影星郑佩佩,巨峰,莉莉莉等都是那个时候起来的, 但是苗可秀只是可串,在剧中的表现平平,难以让人们记住。 后来因为苗可秀的妈妈和李小龙妈妈是世交,于是在72年参演了李小龙的电影《金武门》,虽然剧中苗可秀的戏份不多,但却是剧中唯一的女主角, 再加上和李小龙有段感情戏,让人们认识了她,后来又参演了李小龙的《猛龙过江》,再次大受欢迎,两人在当时还传出了绯闻。 当时苗可秀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,不过后来回忆起她说,我个性很强,不会向人解释,如果我否认,别人会说此地无银三百两。 我什么都不说,人家又当我默认。 现在只有苦笑的份,在李小龙这颗巨星陨落后,苗可秀每年都会去拜祭李小龙,脸上带着可惜和叹息,如果李小龙没有死,也许两人会给我们更多的作品。 在李小龙去世后,苗可秀便戏录参演文艺片,那时认识了台湾影星柯后熊,两人很快坠入爱河,不过在一年后两人分手。 后来的苗可秀参演成龙的一系列电影,成为成龙电影里第一个女主角,心惊雾门,龙泉等,奠定苗可秀在电影的形象。 后来苗可秀出演的大多士武侠片,像楚刘香,蛇客八部,梦中剑,风流残剑迅无恒等,在08年的时候,参演一个好爸爸,并获得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配角提名,和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提名。 如今的苗可秀虽然还在演艺圈,中年纪大了,大部分是客串演员。 现在已经66岁的苗可秀,一直没有结婚,也许她和李小龙是有感情的,只是当时没有在一起,而现在,曾经的少女已经变成了大妈, 青春古代,慢慢地被人们遗忘,以后还能不能再记得美丽,气质地苗可秀。 最新,迪英美国监狱探子凶多吉少,警方爆出惊人罪证,这次李承宇也束手无策,夫妇都哭了。 最新消息,迪英儿子完蛋了,手枪也搜出来了,还有168子弹,迪英孙鹏傻了,神仙也难救他,迪英监狱探子泪崩。 天下涨价IP,王定宇这次又不要脸的拿出马政府出来救援了,李游瞎报,网友看不下去纷纷炮轰。 美权威打脸迪英,钱白花了,王牌天下律师身份被启底,迪英孔城其口中匪扬。 4月5日,清明节,这几个生肖钞票夺得数不清,买彩票中投奖。 台湾灵魂人物突然投奔大陆,派政府惊慌失措。 中国的这一拳,打得美国有点痛,国内最新油价预测,4月5日至11日。 高铁出轨,德国一次性丢掉600亿,安全性第一。 英国,幸好我的是中国制造。 全世界最大骗子去世,留下14万个比特币。 徒子徒孙还在骗。 曝光。 巫统区部主席。 炮叶点诱,吸,毒,被捕。 他嚣张欺负马华,逼让楚敦拉萨国席给他上阵,终于报应道。 玩玩了。 泽萨诞辰开始,这几个声效横财大发。 一定要去买彩票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